太阳花雪运后 马总统指示国民党内 检讨与青年的互动 因此马总统今天 安排与国民党青年军对谈 不过场外抗议如影随形 抗议人士讽刺 马总统根本是在取暖 马总统率领党内干部 与部会首长和党内青年对谈 场面热络 不仅为服貌做宣传 台下青年还替马总统抱不平 国民党所有青年 我们都应该决定说 我们可以接受人家要我们改进 人家要我们改革 要我们检讨 可是我们不能够接受 我们再被抹黑 难道支持国民党是我们的错吗 总统与江义化两人在台上听得专心 轮流回答提问 替服貌协议解套 一个不小心 马总统还口误讲错企业名称 各位有没有听过 台湾有一家洗衣店 叫做像神有听过 大像的像神 神明的神 听过没有 像王 对不起 对不起 向王 向着彩虹 台下掌声不断 总统心情非常好 而场外则是有大批警力戒备 抗议团体奉刺马总统在取暖 却不面对民意 已经有这么多的民怨跟民意出来反对它的时候 这个政府第一件想的事 并不是我怎么改革 然后怎么去改善迎合民意 而是怎么想 我们怎么改善我们自己的宣传 改善自己的新媒体运用 让我们党意继续散播到民间 完全显露出这个政府是多么蛮行无能 而且非常可耻 场内场外天壤之别 总统与青年对谈 宣传成效可能没有太大效果 新唐人演的电视 胡宗翰 柳自营 台湾台北报导